我们是大正风洋伞 我们的品牌是TCF 一方面是我们大正风洋伞的缩写 另外一方面也代表trending 时尚 travel 愉悦 freely 自由自带的品牌精神 我们希望雨洋伞不只是这样避雨的工具 而是可以彰显自己生活品味 以及我们的生活态度的一个时尚配件 无论你走到哪里 拿起一把属于你的TCF的洋伞 将会成为人群中的亮点 那也可以成为我们在TCF的品牌中 最大的always in the mood的感觉 为什么要做品牌呢 是因为大正风洋伞早期都是以土逼的客户为主 那我们会希望 我们把我们强大的一个开发亮点 跟我们的商品 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了解认识我们大正风洋伞 那过去我们都有做一些品牌的一些规划 但是都是一些Mark的一个表征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品牌重塑 希望让国人可以知道大正风洋伞是什么样的公司 以及它所做出来的商品 是符合到什么样的品牌精神 打造品牌过程所遇到过的挑战呢 事实上是来自于内部为主 内部因为已经熟悉了经销商体系的一个销售 以及对于我们品牌方面都会有一些规划的一些通路 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品牌重新再造以及梳理的话 势必会造成一些内部的冲突 所以在品牌打造的过程里面 我们很多的时间都在做内部的沟通 以及我们的想法的建制 所以到目前为止都算很顺畅 但也有一些的争执或挑战都是可以被处理掉的 这次参加工业局所举办的品牌要非计划 给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可以透过专业的行销公司 品牌管顾公司 让我们了解一个品牌建制开始之初 可以从一些焦点访谈 问卷以及一些行销的工具 让我们比较有程序的去了解 品牌建制应该要有的内容 才不会是以乱枪打鸟 或是自己想的自己对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次的话我们觉得很有大的说是 是来自于品牌顾公司给我们的回馈 做品牌其实很困难 给大家一句话是 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做 你要开始做才会变得很厉害